无二开战超过一个月 双方代表29号在土耳其召开新一轮谈判 尽管传出双方互动冷冰冰 但经过两小时会谈后 无二谈判似乎看见曙光 下一步将安排双方外长草迁和平协议 倒是两国总统有望会面 而这一轮和谈 俄方也决定将大幅减少在基辅和切尔尼哥夫周围的军事行动 不过当然附带条件 乌克兰提议接受中立国地位 不加入任何军事联盟 境内不设立外国军事基地 以换取安全保证 同时希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土耳其 德国波兰等另外五国 作为安全担保国 类似北约现状的内容就是要保障 乌克兰遭侵略时 有权要求国际协商 担保国必要时也必须提供军事援助 除此之外 提案内容还包括克里米亚半岛议题 针对俄方并吞的克里米亚地位 乌方提议安排15年 乌俄两国资商期 任何协议必须尽乌克兰人民 公投同意 而且唯有在完全停火之下才生效 这会双方谈判有进展 土耳其外交部长也认证 那一头美国总统拜登 也对和谈前景抱持乐观态度 直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认为 乌尔会谈没看到实质进展 双方既没有认真看待 俄军也没有撤退的迹象 现在又传出乌冬搞分裂 既卢干斯克后 亲俄的队内刺客 共和国领导人也表态考虑 让整个地区加入俄罗斯 恐怕在真正停火前 乌克兰和外界还得继续绷紧神经 新闻高与婷 陈思寅报道